这两天的微博网友刚比样子 他发微博说 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的 第24课的达碗网花 这原文当中的外婆 是全部改成了姥姥 而这搜索课文原文 可以发现这作者文章当中 写的全篇都是外婆 那么随后的网友白兔老爸 也是晒出了女儿7年前的课本 那时候还是外婆 并没有做任何的改动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把外婆 改成姥姥呢 这个网友就找出了 去年上海市教委 那么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 上海教委认为 这姥姥是普通话的词汇 而这外婆外公属于方言 那么这篇课文是出自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语文课本的护教版的 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的 试用本的教材 而微博网友小阿宇小圆圆 她补充说 这同一本教材的第六课的 马明家的新书包 也全部用的是姥姥 这样的一个表述 那么大家觉得 这样的说辞能接受吗 其实我倒是觉得 现在这姥姥外婆 代表了我们这个 从古到今 一种这种对于 非常亲密的这种 长辈的一种称呼 阿宇小阿宇小阿宇小阿宇